我們在文章裡面就有遇到一個帶陰檢查 帶陰是不是可以做比較詳細確診 是不是隱藏的遺傳基因檢查或是怎麼樣 因為你都只是寫到帶陰帶陰 那對我們這個外行或一般的讀者也不少的栽異是什麼 因為剛提到因為我們的基因就是在藍色體上 那每個人都有23對藍色體 對那23對藍色體的話裡面就含超多不同的基因 那帶陰的意思就是那個基因帶有異常的疾病這樣子 所以我們叫帶陰的基因這樣 帶病的基因叫帶陰就有點檢閱的說法這樣子 有時候是很治療的 有時候在藍色體上的 suf臥 就算在藍色體上是最重的 有時候是在藍色的地區 底檢查看看 在藍色的irement上是最多的 有時候也是最重的 你去歷 boy